Hi guys,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指导老师,聂尼米娅讲 这个视频呢,我们将一起学习一个很好用的公式 位与各树公式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米娅要给您讲解的下面这棵大树 作为米娅的学生呢,你应该已经非常非常熟悉这棵大树了,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把一个句子呀,比作成一棵大树的主干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句子的主干有主于有位于 那一棵大树也不可能只有主干吧 它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分支,很多的这些树叉,对不对 那这些分支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哎,这些丛具 主具在此,丛具在这儿 苹果树实锤了,主具在这儿,丛具在这儿 那我们是不是一棵大树可以有好多好多的那些枝干 那意思就是我们一句话可以有好多好多的丛具 但是主具肯定只有那一个,对不对 嗯,好了,你说老师,那如果 我从具和主具想连接,拿什么连接呢 来,我们拿哪个 连词,我们拿连词来连接它俩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连词你会发现,它就放在这里 比如说你用一个which 哎,就直接引导了后边的从具 那么前面这里,这就是它的主具咯 对吧,所以主具位置在加从具 或主具,问再加从具,这些连词啊,就是连接了那个从具 就是这个节点,支出来这么一个分支 这个节点,支出来这么一个分支 对吧,然后说老师,那我要是并列好多大树呢 我用and并列那些所有的主具行不行 我一句话里边搞定很多很多的句子,我用and那也行 那些and也是我们的并列连词 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是我们的从属连词 所以根据这个点面,问一下啊,你看 多了一个连词,就多了一个谓语 再多一个连词,就再多一个谓语 它现在没有 所以我问你,你说谓语的个数 和连词,它是有什么关系呢 你想想 谓语个数,连词个数 说明啊,你看,本来人家主具就有套谓语 多一个连词,多一个主位 多一个连词,多一个主位 是不是连词加一呀,对吧 只要多一个连词,都多了一个谓语 那,你就连词加一 所以谓语个数啊,等于连词个数加一 你看,一个连接词,两个谓语 两个连接词,三个谓语 就变成了二加一了 所以这个公式呢,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依据于我们现在 Mia给到你这棵树 你就清楚就可以了 位于各数的人,连词个数加一 所以喵宝们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好了,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我们的题目了 The dancer's incredible performance had the audience on his feet shimble for 10 minutes at the end of the show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根据现在给到的这句话 刚才Mia说的这个公式 我怎么能够用上去呢 就是很简单 如果我要问你说 这个收购录填写的是啥呀 它是位于还是非位于 你说面呢,我得看看 翻译,不是 你非常快速的有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通过我们的 位于各数连词各数加一搞定 里边有没有连接词呀 丑了眼面没有连接词呀 对吧,这都是借词,这没有连接词呀 好,没有连接词那就是零加一咯 那就是一咯 那你说位于动词只有一个 我看看这边有位于动词吗 有呀 had The audience's incredible performance had 这个舞蹈演员令人难以置信的表演 对吧 让观众直接都站了起来 好了,这个位于的坑位已经站好了 这就是那个位于动词 既然站位于坑位站好了 你说摄空处填啥 就肯定飞位于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根据飞位于 我们讲过的 clapping 填doing形式就可以了 因为观众鼓掌 对吧 这就是一个飞位于的现在分子 做伴随众语 所以我们现在呢只需要 这节视频课的目标 不是我们的飞位于要填啥 我们的目标是 搞清楚这个摄空处填位于还是飞位于 就行了 这个搞清楚就行了 clapping表示的是鼓掌的意思 你来写一下 就指的是这些观众呀 鼓掌了十多分钟呢 说明这个寿真的是很棒很棒 已经有位于了 那其余就填一个飞位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 一煮配一味 其余填飞位 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下面这道题 还是我们用这个公式来判断一下 它到底填的是卫语还是飞语 你看啊 里边有没有连词 我说米娅 我找一找 好像有耶 这不就连词吗 行 我找到一个连词 别的这是进词 这是没有了 行了 那一个连接词 那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为个数有两个 我先找找哈 它的坑位有没有站好 表达 这算一个了 行 Hell and Joy enjoy 哎呦,这个现在过去完成时呢 这更明显了 所以这儿已经是个微动词 这儿是个微动词 行了 两个位语的坑位都已经占完了 那你说这儿填啥 飞语 就这么判断 这公式就是用来干这的 就超级超级的快速 所以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哎,我就很确定的知道 这个空要填飞语了 然后再根据我们说 这里边要填什么 填doing的形式 对吧 因为我们说的是 这个部长 他增加 这个部长 他表达 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主动形式 就填adding 好 然后整个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来访的这个部长呀 这个minister minister 他呢 表达了 express表达 表达了他的什么 satisfaction 满意 表达了他的满意 对吧 那接下来呢 补充到 adding表示的是 补充 补充到 He had enjoyed his day here 他呢已经 非常享受在这里 就是很开心的意思 好 所以以后我们想讲 这个公式的目的是什么 我怎么通过这个公式快速的去锁定 无药的这个答案 我们再来看看 什么 from the feet of the mountain the temple 什么back to the main dynasty is truly impressive 我们还是 就想利用它 我们判断一下 受控处到底填个啥 嗯 我说米亚 我给你看一看 from the feet of the mountain the temple 什么 back 我们第一个 这个词 米亚给个括号里边吧 他 人家是要问你 这个date 要填什么 然后前边这个呢 人家是要问你 这个see 我要填成什么 我们来仔细看看 那你就发现 说米亚 我先利用这个公式 位个数 等于连接词 个数加一 我先琢磨琢磨 里边有没有连接词 找一找 嗯 没有 你别说是from 你到了高二了 别跟我说from 是个连词 那是个借词 那这里边也没有别的 没有连词了呀 行 那既然没有这个连词了 那就是零加一咯 那就一个微动词 我看里边有没有微动词 有 看到B动词变成M一字二了 这800%的是个微动词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有那个意思了 那既然人家 位语的坑位都已经占好了 你说这两个空填啥 你说这两个see 带着填啥 都是非位语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发现 哦原来这样的 sin 既然要分语了 这个应该是什么呀 tempo 逻辑主语 和sin之间应该是被动 它不可能自己看自己吧 这个寺庙怎么自个儿看自个儿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只能是啥 我写一下 只能是被看 就是这个寺庙呀 被从山脚看过去 哎 这个寺庙呢 就是可以把它追溯到 追溯到哪呢 追溯到这个什么明朝 所以这个词 也得用一个被动了 thetempo 我们追溯到 用到的都是主动形式 dating就可以了 dating back to 好 但这节课的重点 我们不是要去强调 哎 它要填去 填什么 而是重点强调 利用这个公式 我们先明白 畏语还是非畏语 就行了 dating back to 表示追溯到 用到的都是我们主动的形式 这个寺庙可以追溯到唐朝 impressive 它表示的是 令人印象深刻的 好了 我们继续装一下 In the past few years All citizens 什么 efforts to make the town more beautiful and civilized 来 这里边 你要给到你一个词 它要问的是 我要填一个make 它的什么形式 你说咪亚 填make的什么形式 那我还是利用这个公式 我得先知道 它到底是填卫语 还是非畏语 这是我们做动词题第一步 对不对 它要填卫语还是非畏语 它要填卫语的话 我就按照卫语的这个思路走了 要填非畏语的话 我就按照非畏语的步骤走了 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根据这个公式看看 里边有没有连接词 老师这不是有吗 这不是and 我们说的这个连接词 不是那些连接形容词的词 什么 又漂亮的 又文明的 这是连接形容词的 我们说的是连词 是整个连接长长的句子的 它并没有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连词 把它想成那些连接 比如说 这里有什么呢 苹果 梨 and 香蕉 我说的不是这些and 咱们说的都是连接 整个大句子的那些连词 哦 好了 那所以呢 哎哪去了 好了到这儿 那它不是 它不是的话 老师 那没有连词了呗 那既然没有连词 行 0加1等于1 它需要一个微动词 你找找里边有没有微动词 All citizens to make the change 没有呗 这里边没有微动词 那就说明社工处 肯定要填一个微动词咯 然后微动词 你需要考虑什么 你再考虑它的时态 你再考虑它的与态 对吧 你再考虑一下它的单复数 那 实态也太单复数 与时俱进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实态那填啥呢 它这很明显 它用了一个 in the past few years 啥意思 这很明显 一出来它那不就是一个 现在完整式的标志词吗 对不对 挡住了 你要再写一遍啊 线完 哪个是线完 A和 C是线完 接下来看语探 所有的这些市民 他们努力 主动的呀 主动就不用C呀 所以这要提选A呀 have made 然后这里边我则组 希望所有的孩子 把它记下来 make efforts to do something 就是努力 做某事 就其实就是你的try to do 但这个这不是比较小low吗 对吧 比如说老师 我这早会了 行 那你写作里边是要经常用啊 beautiful and civilized 这个词表示文明的 就让我们的这个 城镇变得越来越美丽 而且变得越来越文明 这个意思 好了 这道题我们就过掉 继续这样一下 A study of travelers shamanbite website trip advisor namesYungshul as one of the top 10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还是为你考察什么 你还是得考虑 这个公式 给你来找找 里边 有没有廉词呢 说明呀 没有耶 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廉词 你说是as是吗 不是 这是作为 这是个戒词 as后边 它跟的是名词 它只要后边跟的是名词 它就不可能是连词 连词后边跟的是橘子 所以呢 既然它表示的是作为 行 那我明白了 as表示的是作为 那就说明没有连接词咯 那零加一等于一 就说明这里边只有一个微动词 有没有呢 研究什么的研究吧 旅行者的研究 names想说 哎 这不是微动词 这儿是那个大主 这儿是那个大位 好 原来微动词在这儿呢 那你说这儿填啥 非微语咯 因为人家这儿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微语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非微语 你要填什么 你再给你咱们非微语讲过的 这儿有个by 对不对 那既然是by 被动咯 conducted 这个研究是被做的 面说过 这个conduct 这个词汇 它有n多的含义 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难 它的本意是 确实是组织 你就把它记成do就行了 高考里边把它翻译成do 妥妥吧 你都能认识 什么做实验 conduct a trial conduct an experiment conduct yourself 做你自己 这都考过 所以conduct 这点词你别在字典上面搜 n多的含义记不住 它的本质就是个do 好 所以呢 整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被这个网站 猫头鹰这个网站 做的研究 然后names 什么意思呢 names 这个names要注意 它里边名词动用 用作动词用法 就是命名 这个很明显 不可能突然出现一个names 那只能说这个研究 命名阳朔 命名它是什么呢 是全世界最美景观 就是前十景观 top景观之一 destination表示的是 目的地 你俩说清楚了吗 所以这个词搞定就可以了 继续再往下 看一个北京卷了 a piece of stone shimmed on a touch page suggest that our extinct human relatives known as nidathos were clev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我们还是想知道 这个社工处填个啥 对吧 它的考点到底是考啥啥呢 我到底要填一个未动词 非动词呢 还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公式 不要去瞎想 我们看看里边有没有廉词 说明呀 我找了一下 哎呀 有诶 that 然后接下来呢 嗯 后边就没了 说明整个这里边有一个廉词 对吧 廉词就是我们现在学过的那些什么 that呀 which呀 wh开头的呀 这些词会 这都是我们的廉词 作为高尔的宝宝 这块面相信你已经很熟了 不能到现在为止 啊老师 我看到which 不知道是廉词 我看到that 不知道是廉词 其实呢 咱们都是那些三大从具 学过的那些词 对吧 那些连接词 都是我们的 廉词 或者你叫引导词 或者你叫连接词 或者你叫廉词 好好 来 这里边有两个 那两个尾动词 我找找有没有出现 看看哈 嘿 这儿出现了 suggest 嗯 这儿也出现了 行了 V1和V2 人家坑位都已经占满了 都已经占满了 你说射空处填啥 老师 那我只能填一个 飞飞词词了 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 这个发现 和一块石头之间 发现 和一块石头 那只能是被动呀 那既然是被动 要被动 哪个 Found 搞定了 所以是 在荷兰海滩 上发现的 被发现的一块石头 表明 我们的已经 这个extinct 比较是灭绝的 我们已经灭绝的人类祖先 known as Niandertes 就是Niandertes 他们呀 比之前 人们认为的 还要更聪明一点 clever clever then privile thought 这比起之前的人们的想法呢 就是 他好像还 确实更加什么呢 聪明一点 但是说 我想把这个thought 也把它当作一个动词 把这个then 当作那个连词 行不行 其实这里边用不着 为什么 是因为他已经是首阅了 所以你不用去想 那个then是不是连词了 不用去想 这里边 我们重点 你就把that 把它看到了 就可以了 而且你还会发现一点 我不需要把那个then 把它看作那个连词 因为用不着 因为你只需要 在这些地方隔开 就可以了 因为发现 有一个连词 就会有个伪动词 有一个连词 就会有个伪动词 那么 主句 是不是也得有个伪动词呀 有没有呢 有啊 所以我只需要去找找 主句里边 前面这个主语 有没有配位动词 只要他配了位动词了 其他的都填飞味 这么去想就行了 就这个公式呢 可以帮助保安判断 但也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让你们 更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受控处 到底要填一个什么 A piece of stone 什么find 好 你也再强调一遍 这个then呢 我们就先不用把它当作 我们整个这里边的连词了 因为它不重要 后面它守略了 你不用去想了 A piece of stone found 好 接下来再往下 好嘞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 再往下边 来看看Kindor的改编 这道题目 Restaurants can offer a choice of music along with the various food choices and menu Share more customers more control over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they are dining 好 我们来看看这里边 来说明 嗯 这里边有没有一些 我觉得看上去 比较重要的词汇 Restaurants can offer a choice of music along with the various food 它可以提供好多好多 这种各样的食物 允许customers allowing 说明啊这里边 添什么 还是 你要是特别纠结的话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公式去走 向上这公式走 你不会错 你先看 里边有没有连接词 说明啊有啊 in which 位置就是连接词呀 行 那就一加一等于加二 那有没有位置呢 位置等四两颗位占满了吗 can offer是一个 然后 darning是一个 行了两颗位都占满了 所以受控住肯定填飞味咯 然后 餐馆提供 餐馆允许 对吧 所以主动的 我们填的是 allowing 按照刚才 MIA给到你的思路走 其实你完全可以 不用看后面这 你要是不想用这个公式 什么呀 我如果不用这个公式 我这么来看 就看前面这个主句这句话 对吧 因为这是从句 我们先不看 主句里边 是不是有个主配位呀 一主配一位 那其余添什么 其余添飞味 就这么简单 一主配一位 其余添飞味 是不是也能帮你搞定 allowing customers more control of the atmosphere 所以整个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餐馆可以提供 offer是提供 提供一些音乐的选择 还有一些就是 各种各样的 食物的选择 这样就可以让顾客 去掌控这个 氛围 atmosphere 氛围 就是 顾客 他在这个地方吃饭 然后他的定向声音系统 给他传输的 就是他选的那个音乐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的音乐 都有黑科技嘛 都是定向的声音 你在这儿 你听到就是这个音乐 你在另一桌 你听到是另外一个音乐 这样的话 你就发现 就感觉 是自己专属的 个人私人定制的 一个餐厅的感觉了 葬下 是came across 他遇到了一个 16世纪的法国手稿 这个手稿 还是你看 一主是不是已经配一位了 那其余填什么呀 填飞味 是不是很简单 你用公式也行 零加一嘛 没有连接词嘛 那就一个位动词 这一个位动词 已经坑位都占领了 came across 那这只能是飞味咯 这里边是consistent 真的吧 所以我们这么来看 以后呢 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 就想一想 哦 原来这个公式 一主配位 其余天飞位 它怎么来的 其实本质就是 位于个数的 原联词个数 加一 多一个联词 多一套主位 多一个联词 多一套主位 所以整个主位 它一定是 加一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再来看看 Ever since it first appeared the tax book exchange 什么 我们先看 是Mia 这里边的与实距 担负是什么意思 就是Mia刚才说过 那个 师太与太担负数 师太与太担负数 就是首先你得先判断 说这里边到底填啥 你说它填啥 Mia 那按照刚才Mia说过的 位于个数 等于连接词 个数加一 连接词 加一 一加一 等于二 两个位动词 这儿 位动词 后边没有 嗯 明白了 这儿肯定要填一个位动词 然后你如果一旦 看到好了 它要填一个位动词了 你再来的用 与实距离单附数 与它是什么呀 这些 自课本交易来 嗯 学生们有更多的选择 The tax book exchange 这些选择呢 增加了 这增加了就增加了 增加了孩子们的选择 后边有兵语 那直接一个主动就行 这就行了 主动的 师太呢 Ever since 那肯定有限完了 因为since只要出现的时候 跟Ever since一样 since后边 用一过 一般过去时 主句用限完 所以这个限完 是不是超级道级的简单 The tax book exchange 那就是has 单复数嘛 那就三单 has increase 就这么来 所以就是 我们给到公式的目的就是 希望孩子们 你能够明白 这里边我填的是未语 还是分语 对吧 刚才米娅说 直接说成 你们是高二的了 你们就是高一的宝宝 你们即将不如高二的宝宝 你们也应该对我们整个的这些 从事的连接词要很熟 毕竟你们已经学习了 我们的壮与从事 学习了整个的定义从事 是不是之前跟我们所有老师都学过呀 对不对 你们也应该很熟 直接把你们当高二的课还行 Standing on one leg for 30 seconds each day Shimmer also good for our health 这里边也是 老师屋里先找到未语吧 对吧 这里边好像 没有 因为我必须要填一个微动词呀 但没有任何连接词 我肯定要填一个未语 好了 那就这里边填了 就这儿填 这儿填未语的话 我一看看每天 每天 然后单腿站立30秒 意思 那老师你担负数 你怎么 刚才与时俱进担负数 你怎么用 用意思 你怎么用二呢 这明明是秒 假死了 咱们现在说的 不是30秒 对我们健康有好处 咱们现在说的是 每天站立30秒 这件事 米娅说清楚了吗 他不是说 30秒对我们有好处 是站立 而且他说的是 单腿站立30秒 这件事 对我们有好处 写上单腿吧 站立30秒 谁还完成不了 站立30秒 开玩笑 One leg 这个意思 所以你得明白说 他考察原来重点在这 所以无论你以后怎么舔 你的第一步都是 永远先判断好 他到底舔不舔位于动词 舔位于动词 按照位于动词的方法走 舔位于动词 按照位于动词的方法走就行 然后 Generally speaking Playing with chopsticks 什么 kind of bad manners 你看 Generally speaking 老师说 Playing with chopsticks 什么 kind of bad manners 那我一看 什么样 Consider 考虑 那这里边我们先看他填位于还是分语啊 还是没有连接词 零加一 还是一 那这里边没有位动词 这儿肯定要填位于了 那位于就是与时俱进单空数 那你说说 那你说说 这里边他的主语是谁 是筷子还是玩筷子这件事 那一定是玩筷子这件事 对吧 他不是筷子被认为是不好的行为习惯 是玩筷子是玩筷子这件事 一个读音做主语相当于三单 第三人成单数 所以我们要用到 也应该用到的是 这里边只能用被动了 因为是被认为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为什么用意思呢 再次想到一个读音用三单 而且为什么用意思不用words呢 它是 大众一般来说 你看一般来说就是每天 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意思 就不用过就是了 好我们再来看 每一件事情都怎么着了 什么呀 这里边我们还是按照刚才说的 他要填一个什么 主语我们要配一个未动词咯 对吧 我们要配一个未动词 那我要配这个未动词 填哪个 我看到按的我就 我就想直接加了一底得了 按的前后 你得小心哈 你得先别看这个 你主得配一位 他要填一个未动词了 这个未动词 你得想想与时俱行单复数 每件事情和记录之间是什么关系 事情 而且是每件事和记录什么关系 被动啊 既然是被动 那就是 is recorded 然后这儿啊 其实也有一个 is recorded 只不过被省略了 所以人家这个里边呢 其实and连接的 确确实实是两个未动词 人家有一个连接词 那就是 1加1 后边这个and就不是了 后边and是个连接名词的 那也不是我们这里边的 有2 两个未动词 两个未动词 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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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这一个 这一个 而是这个怎么没有意思 省略了 其实它都是有的 所以整个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在美国呀 每个事情 都是被记录下来 而且被评分的 graded 就是评分 分等级 ABCDEF 包括什么呢 你的这个分数 多了一个这个 你的分数 on crisis test and final examinations 好了 我们继续再往下 哎 把这个采接要 好了 继续再往下 这道题 In France Everyone to take a day up a week Even if you can line your own businesses 在法国 Everyone require Require 要求 对不对 Not everyone 每个人 还是 老师 这里边 有没有连词 有啊 1加1等于2啊 这不那连词吗 对吧 即使 嗯 那位动词 有没有呢 按理说 有两个 这儿是一个 那就说明 这儿 肯定也是一个位动词了 那位动词 就与世俱进 单负数了 Everyone Is Required 每个人都 被要求 对吧 被要求干嘛呢 去 休一天假 即使你是做这个 自营生意的 所以呢 很多题目呢 尽管你以前见过 但是你要想在这里呢 重新给你去 拿我们的公式的角度 去认识一遍 你会对于这个题目 会对于这些句子当中 含有的这些位动词 有不一样的认知 所以 即使哪怕你以前 对这道题目有影响 没关系 我们今天从一个 全新的角度去看 位语个数等于 连接词个数 加一 怎么看 首先 我得找找这个连接词 有没有 有 行 那就说明 一加一等于 二于两个位动词 这儿已经有一位动词了 说明这儿 肯定也要填一个位动词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你就发现 我就把整个的 位语和分位 就完全分开了 以前我们从来没拿 这个公式看过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位过数等于 连接词个数 加一 为什么呢 本质上就是因为 连词连接了新的从句 当然 就会有 两个连词的时候 有三个位动词了 所以苗宝都要做到心中 永远都有这棵树 这些题目就能够全部搞定了 好了 继续 再见